少奶奶不要心急 我爹会去想办法 你爹真的可以 救出周少爷吗 警局那帮人 平日里 没少和善气打交道 我爹从来没有求过他们 那他们 不会为难周少爷吧 我爹备了一份重礼 收了重礼放任 应该不难 只是可惜了 那是我爹珍藏 多年的宝贝 他也舍了 善爷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我爹说了 周少爷是善家的女婿 周家的事就是善家的事 少奶奶 我先走了 我去看看我爹那边的情况 那你快去吧 跟善爷说 让他自己当心 我爹说 我爹说 那你快去看我 都不得了 你贿着 我爹说 我爹说 你快去看你 我爹说 他要不得了 他要不得了 你又要不得了 你肯定 我听那个张世贞的话 听信他让我发财的谎话 把咱家的钱都给骗走了 他还要治国之死罪 还有什么呀 我也是把自己的私房钱 还有裴家钱都搭进去了 对 对 行了 你们怎么就顾着说你们自己 雨和的事情你们一句都不说 要不是今天 横雨翔的洪老板过来看我 你们还打算要瞒我多久 爹 雨和那边 他没事啊 那 那个周公子把打官司的事 他 他给扛下来了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因为你 周少爷能去地狱和顶罪吗 你 您都知道了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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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平成的百姓都知道 白家乘着江浙战士在发大财 都知道白家的少爷要多风光 要多风光 都知道 白玉和的亲大哥 在设计陷害他 爹 我对不起白家 我对不起你 你原谅我吗 你还不辱国人哪 老二纵然花天酒地 但他不会做出伤害手足的事情 这 你以为我心疼的是白家的家财 家财散尽还可重聚 你良心丧计 妄为人 你良心丧计 妄为人 我心痛的是啊 到现在我都没有教会你 做人的根本之道 爹 我回来了 郭勇啊 过来 我让你打听周家少爷的事情 怎么样了 他被带到警察局了 不过 我听说 善老板去求署长放人去了 白家是欠了周少爷的恩情啊 无论如何得想办法 把他从警局里接出来呀 是 我已经把您的亲笔信啊 交给署长的文书 明天要是还接不出来 我亲自去一趟警局 可别啊 爹 您这身体 一个外人都能够 如此地救助宇和 我这个当爹的 还有什么身体不身体 爹 您 爹 那个 那个 痛快点 那个周公子 他是有企图的 他是为了想娶宇和 你不认自己的错 还编配别人 不是 爹 这是千真万确这是 他是当他父母的面 说要娶宇和 这是真的呀 白国旨啊 你还是白与和的亲大哥吗 国志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不许你再管与和的事情 今后 白鸭生意上的往来账款 没有我的同意 不许你动一分一离 爹 滚 滚 滚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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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爹 您快先坐着 来 我扶你 明白 爹 您快先坐 您这身体啊 可不能再生气了 您保护你 还要这么什么 老公 那我打起来 你这身体啊 没关系 你这身体呢 你都没有当年 我这身体呢 你才知道 你这身体呢 我还给你 你这身体呢 我还给你 你这身体呢 我还给你 在哪儿 他如果真的和周少爷 姻缘天注定 只要他对于和好 谁啊 是我 三少爷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 小姐姐怎么样 她没事吧